蓝皮尼的医疗条件匮乏 此际来到佛陀的故乡 一步一步提升当地的医疗水平 不过这些还不够 蓝皮尼是没有医院 它只有一个卫生所 那个检塔台都生锈 它里面几乎是非常的阴暗 可以说是病患在那里 当然不安全 我们协助麦特利华斯 盖了一个医疗中心 也有帮他来设计医疗中心 我们目前的联络处 已经成立了医疗所 可是非常重要的是 虽然有了这些东西 但是也是要没有医护人员 台湾慈激基金会副总执行长林静贤 与蓝皮尼环宇教学医院代表见面 针对医疗专业人员 及如何提升蓝皮尼医疗水平 进行讨论 良好互动 达之共识 签署合作备忘录 巩固合作关系 今天签的这个MU 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具体的 就是健康处境 公共卫生 预防医学 还有基本的疾病的初步的诊断 治疗等等提升医疗的水平 第二个我们要长期培育医护医护医士人员 就是未来我们也会跟他合作来培训医师 护士还有这些医师人员 那他有14个科系 有医学系有护医医师有各式各类的 如果我们跟他合作 他就可以长期派这些医疗专业人员 在我们这里到我们医诊所 来照顾南比尼市的这些病患 这些都是我们做的 为了人 为了人 为了女人 这方面是病患一种病患 医ello医师 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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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际有广泛的医疗人文影响 而环宇教学医院有大量的医疗专业人员 双方同心协力 扩大医疗条件 培育人才 为蓝皮尼的居民守护生命 守护健康 守护爱 大爱新闻温世营 杜永耀 陈敏 优尼斯 尼泊尔报导